素食店摩斯又被指控说出现了绿色薯条 这次有网友在网路上发文 说在台南的摩斯分店点了黄金薯条 但是拨开之后 发现里面居然是绿色的 台南市卫生局今天因此到这个分店来稽查 结果果然发现的确有绿色薯条 带您来看最新状况 好的主播那么有网友在网路上分享 在台南的摩斯汉堡分店点了黄金薯条 拨开榨皮却是绿色 那么今天台南市卫生局 立刻也是到了这间分店马铃薯供应商来做鸡查 发现拨开榨皮的确是有看到绿色的薯条 而摩斯汉堡的黄金薯条 在2013年就因为绿薯条事件停售 上个月才重新上架 却又传出问题 石耀署表示马铃薯已经明显变色 已经请台南市卫生局 就摩斯汉堡的马铃薯供应商来做鸡查 因为如果马铃薯发芽产生龙亏减 代表原料供应就有问题 违反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可以令业者限期改善 否则就要开罚三万到三百万元 那么现在是我们总共到的最新情形